汉族是世界上最注重法式和衣冠的民族 不论男女老少 从小就续长发 在《孝经》开篇就说了 身体法夫 瘦字父母 不敢回事 所以汉人的成人领 都和头发有关 女人叫吉吉 男人叫吉管 就是把头发竖起来 戴上帽子 表示成年 包括夫妻 为啥叫结发夫妻呢 婚礼上也是把两个人的头发 各取一束 缠绕摘起 然后绑在这个梳子上 分秋时期的 孔雄有句很有名的话 就夸赞管仲 说微管仲 无惜背发左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管仲 去抵抗外族入侵 我们汉人就要披着头 扇着发 衣服在左边开截 变成野蛮人了 五湖乱华的时候呢 北方沦陷 东晋还坚守着江南的半壁江山 那叫什么呀 衣冠难度 就是我们华夏文明的 正根没丢 还在 包括蒙古人建立元朝 也没说让汉人剃头 改他们的发型 一般来说改朝换代 老百姓都能接受 那金陵十二朝古都 老百姓见过世民 那满清占领南京之后 一切就不同 那不是大明王了 那是华夏王了 这就是所谓 王国和王天下的区别 都尔国就下了两道命令 第一 是衣冠 必须得遵守满人的制度 第二是文武军民 必须得剃头 本来满人刚来的时候 是没有让汉人剃头的 那叫剃武不剃文 剃军不剃民 那么剃发衣服这个事 始作勇者是谁呢 第一个人他叫孙芝谢 清军刚来进攻北京城的时候 孙芝谢和他一个手下 叫李若林 这俩人觉得自己挺聪明 早早剃好了头 就等着投降表忠心了 他们没想到 清军打进北京城以后 没要求这些投降的大山剃头 投降的明朝大臣多了 但人头发都留着呢 清初的发型和现在电视剧里 是不一样的 这头顶和后脑勺各留一小块头发 编一个小细便的 金钱鼠尾嘛 这种发型非常挑战汉人的传统 你除了少剩狮子之外 可以说是毫无科学之处 更别说美观了 结果这俩光头就尴尬了 脑门正亮 后边拖个耗的尾巴 脸上就差写汉奸俩字的 所以他们就活在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 满人看不起 汉人瞧不上 这种情况下 这个孙志谢干脆就破坏破甩 饿着做到底吧 他就对多尔滚建议说 陛下平定中国 衣冠束发之志 独存汉治 此乃陛下从中国 而非中国从陛下也 你说这话多缺德呀 这是鼓动多尔滚 你作为征服者来了 那汉人的风俗制度 必须得作废 那才能显得你牛白呀 多尔滚呢 就假模假样的 让大臣先讨论 当然汉臣肯定是一边倒 反对剃头 孙志谢这边呢 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唯一的盟友 就是那个一起剃头的李若琳 这两边就越说越激烈 关键时刻又跳出了一个汉官 叫冯泉 一开始他是看热闹的 等他观察完多尔滚的脸色 看时机到了 他就开始说 咱们不配讨论这事 这么大的事 就应该让摄政王多尔滚来决定 等于主动放弃了 争取流头发的权利 多尔滚什么决定的 他肯定听顺子谢的 剃头令就这么定下来了 所以剃头这个事 拍板的是多尔滚 但最坏的 就这三个汉人官员 特别值得一说 这三人的官邸 他们仨都是李部的官员 这个冯泉是李部上司 李部的一把手 孙志谢是李部侍郎 李部的二把手 李若琳是国子健的忌决 国家最高学府的一把手 你说谁能想到 本来应该最懂得李毅廉耻 这三个人 但历史上却留下了 最无耻的记录 所以剃头令在北方推行 相对势力 但到了江南就不行 你别看江南人 表面是温温而雅 但自从东京以来 历朝历代 比喻外人 那都是江南人最有决心 李康最举例 为啥江南百姓 对剃头的是如此抗拒呢 咱们前面说了 续长发的是汉人的主流反应 但这不仅仅是 好看不好看的 这关系到三千年 正统的儒家思想 华夏正帅 这汉人眼里 什么人才剃头啊 犯人 中国古代有五行 五行之一就叫昆行 就是剃头 曹操那时候不规定吗 他说马踏梁天哲死去 结果他自己犯了这罪了 怎么办呢 就用割发戴手 打去圆场 一般只有对小偷 妓女 败坏门风的这些妇女 采用这样的惩罚 用来毁灭 他的人格和尊严 你现在满清 让汉人全都剃头 等于让全国人民 都来受这个衰竭 你别说江南 那些诗书传家的诗神 就普通老百姓 他也受不了 所以这种 剃发一副令 他恶毒之处 在于什么 就对万青 他欲制其族 先灭其属 打算从文明的根上 灭掉汉人这个民族意识 这等于什么 把精神上 把汉人给淹凑 这对于忠孝气节 看得非常重的江南人民来说 那是无法忍受的 其始大书 多尔滚的命令一下 很快一大批官员 开始气势兄弟们 分数各个周下 用偷刀家 剃刀去推行 那个批发力 当时的口号 就是留下不留头 但是 江南人民 没有那么顺着 深圳不合的 就让你那么轻松 把我头发剃了 当时人们为了 保护自己的头发 更为了保护 华士尔满定义的传统 有那么多惨烈的经历 流过多少血泪 在今天的我们 很难想象 下面几期视频 我就想讲一讲 反抗最激烈 也最代表性的几个事件 说说那些 可歌可泣的往事 感谢观看